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大医生超市 今天正式开张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的收货员 到底在叫卖些什么呢 来啊 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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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瞧一瞧 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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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那个肉类也摆上来了 是吧 一看就比你那个强 各位帅哥美女 过来瞧一瞧 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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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绿色 无染 您选的是菜品 我们拼的是人品 哎 月月 这不公平啊 她那怎么有喇巴呀 我这还没有呢 她明显把我昨天的喇巴抢走了 不是 这是按岁数排的 等你到这岁数也给你喇巴 好吧 我认了 你别看她那颜色郁郁葱葱 一共就三种菜 胡萝卜 彩椒西红柿 会不会数 这还有胡萝卜 好好好 我这有重气 没 好消息 好消息 要想头脑时时刻刻保持清醒 请吃烙饼 不想死 吃饺子 哎 李医生你那明显对不过的 好吧 你看她 主食是我认为 大家的菜篮子里边最应该买的 为什么这么说 您吃肉就增加这心血管负担 吃这主食它保险的安全 第一 管保解恶 顶多吃多的基石 对不对 来 我们现在现场 这五位顾客 把您的菜篮子装满 想买什么 看您的搭配 要告诉大家 这个选购啊 它一定是有陷阱的 今天我们的陷阱 就跟心血管疾病相关 大家来选吧 不考虑颜值啊 这裙子真漂亮 不要考虑颜值 你看我这个颜色好吧 来吧 来吧 是吧 来吧 您的菜篮子 那么您家的菜篮子 可能会伤害心血管健康吗 小小的菜篮子中存在哪些 我们忽视的隐患呢 大医生超市开张第一天 大家都是满载而归的 这些菜篮子 有的里面的菜啊 它是救命的 有些菜啊 就是要命的 仔细看看 大家觉得谁的比较健康 阿姨 您说说 您觉得您这个搭配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买 我觉得我这个搭配的挺好的 全是素的 全是素的 真的一点荤腥都没有 这一位主要是主食跟肉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 您看我瘦吧 我血脂也不高 对 吃肉也不长胖 对 吃肉也不长胖 您这是气死大家滚了 叔叔那个还可以 烙饼 菜啊 肉都有 那位阿姨的也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大家的菜篮子里 到底有问题 还是没有问题 哪些菜篮子 已经把您带到了 心血管疾病的雷区了呢 马上欢迎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真医院 心脏内科中心 刘梅妍主任 掌声欢迎 你好 刘梅妍好 又见面了 我们来 刘梅妍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真医院 心脏内科主任医师 您先看看我们几位菜篮子 您先一个一个认真仔细看一下 您来点评一下他们的菜篮子表现如何 我刚才吓了一跳 我觉得这个菜篮子还是有些问题 到底是谁的菜篮子有问题 哪一个菜篮子问题最严重 其实现在还让我们看到的只有五个菜篮子 电视机前的您 您家的菜篮子是哪一种类型呢 接下来的节目要告诉大家 到底谁的菜篮子 会带我们走进心血管疾病的类区 五个看似在普通不过的菜篮子中 竟然可能隐藏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们看到有的菜篮子 装满了蔬菜 而有的以主食和肉食为主 有的荤素搭配 有菜有肉 那么您家的菜篮子 跟哪个比较相似呢 究竟哪个菜篮子 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呢 好了 刘主任 你看啊 我们五位顾客 身后有一条警戒线 谁的菜篮子有问题 他的主人就要站到警戒线后面去 您家的菜篮子 最接近哪一个呢 所以到底谁的菜篮子有问题 我们来请刘主任分析下 送谁进到警戒线里面去呢 好 月月 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好紧张啊 这个 这一看就有问题 这一个 这一这样 两门头送一肘子 您敢买吗 我不敢买 反正 我以为是你挑的呢 不是我挑的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谁的 谁的 这直接关进去了 好 是吧 肯定进去了 就进去了 好吧 要不然我们把 再直接委屈您一下 篮子给我们 您人进去就行了 阿姨主要是觉得 这俩肘子是白送的 让您带走啊 讲完了之后 您还想吃 咱就带走 好 还有谁要进去吗 咱们看第二个啊 这个 太素 这是谁的 这得给送进去 这半点 就是您人也得委屈一下 又送进去一位 这个昏的也不行 素的也不行 感觉啊 目前五个菜篮子中 已经有两个被认定为 是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菜篮子 那您家的菜篮子 跟这两个菜篮子 有相似的地方吗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菜篮子 被认定为 心血管风险菜篮子 您家的菜篮子 是否存在同样的风险呢 然后就剩这饼了 这个 你看 都折了 这肯定也送进去 刚才你抱着 好 然后你进去吧 这是谁的 他进去吗 您恐怕也得进去 也进去 但篮子您留下 好的 您进去吧 你看我猜的什么 好 那我们两位阿姨当中 有一个是 这两位就是我觉得 穿的衣服特漂亮 然后到我这来买的 您推销的这个方式 我已经看出来了 您的衣服真漂亮啊 大姐 还点菜吧 对 你那肯定也送进去 让刘教授来评判一下 这个应该还是健康的 终于有了 这是谁的 恭喜你啊 这是花衣服阿姨 今晚的没错 看看这个 这个一点儿 婚姓都没有 对 这肯定不行 这个 全素 这肯定是穿粉色衣服阿姨 是吧 他们三缺一 您正好进去 什么都三缺一 对 也得进去了 对 最健康的菜篮子 我们送给您最健康的橄榄油 由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送给您 谢谢 谢谢 来 阿姨可以带来奖品回去了 你们四个继续站着 那么长期摄入这种 营养不均衡的膳食 会不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害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五个菜篮子四个存在风险 这也是我国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众多原因之一 长期坚持这种错误的饮食习惯 将可能导致可怕的心梗 那么您家的菜篮子 存在可怕的心血管高危风险吗 现场四个心血管高危菜篮子的主人中 有一位阿姨对自己的健康非常自信 她不仅身材保持得很好 血脂血压也控制得不错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 您看我瘦吧 我血脂也不高 吃肉也不长胖 对 吃肉也不长胖 她的血管真的像她说的这么好吗 我们在大医生的现场 一探究竟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这位阿姨 进行一个颈动脉的一个扫描 好 我们颈动脉 是我们全身动脉周样硬化 一个窗口 看它动脉的周样硬化 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的严重程度 好 大家看到 我现在站的这个部位呢 就是反映的是 我们这位观众的颈动脉 大家看有很多黄色的 胶石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颈动脉的斑块 它实际上是 动脉周样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颈动脉出现了 严重的动脉周样硬化 它身体里面其他的动脉 也会出现相应的动脉周样硬化 我们再看一看一个病人 他的冠状动脉周样硬化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这个冠状动脉造影的一个影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病人是非常严重的冠状动脉病变 那么它在这个左主干的部位 在前降肢的部位 和在回旋肢的部位 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动脉周样硬化 引起来的血管狭窄 相当多的一部分病人 在心梗前血脂很高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尽管血脂不高 他也梗了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菜篮子里头还是有健康风险的 如果营养不均衡 就可能要出问题 在血管里头有一种特别的物质就升高了 这样血管很容易就会坏掉 以前我们都单纯地认为大鱼大肉 对于血管是有伤害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全素的菜篮子 也把它的主人送到了警戒区之内 那么到底这吃吃喝喝跟心血管疾病 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的 李医生还有一段展示 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地平上 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 好 大家看到我手里的拿的 是一个刚才刘教授 给放到这个警戒线里面的这个菜篮子 那么这个菜篮子呢 实际上代表的是我们平时的 营养成分欠均衡的饮食习惯 看这个菜篮子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经过我们的食道 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胃里面来了 那么长此以往 因为营养的不均衡 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里面 这种物质的升高 而我手里拿的黄色的球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就是我们说的坏的胆固醇 我们叫它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那么过去我们都说过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本身 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壁 造成动脉状硬化的发生 但是 如果它跟我手里面的这个特殊的物质 接触以后 会发生什么呢 大家看见了 因为我们的血里面 有了这样一个物质的升高 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坏 胆固醇很容易地附着在血管壁上 导致动脉状硬化的发生 原来四个危险的菜篮子 以及我国大部分家庭的菜篮子 可能存在营养不均衡的情况 从而导致某种神秘物质的升高 进而促使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形成动脉斑块 大大增加心梗和脑梗的风险 那么这种血管杀手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对血管的伤害呢 刚才李医生演示的非常的形象 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当中 多了一种东西 那种东西会让它更容易附着 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上 那是什么东西呢 包括在人群当中有多少人 存在这样的隐患呢 血液里头的这种坏东西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都非常普遍 我们在中国高血压的人群里面发现 高血压患者合并 刚才我给说这个坏东西增高的比例 大概是75% 是不是就是说血液里当中 哪怕是正常人 他即便这种坏胆固存不高的话 那么有这样的物质升高的话 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没错 王凯说的非常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血管的损伤 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和强调的这样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菜篮子 没有这个很好的注意 它是独立于其他的那些传统的危险因素 菜篮子当中的第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 同型半光氨酸 以前我也是觉得 有一种高血压的类型 跟这个同型半光氨酸有关 但今天我们把它独立出来了 如果您单纯的就是这种东西增高的话 它可以单独导致我们刚才说的 血管硬化呀 然后导致血压升高啊 它是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知识 不分年龄 像我 我昨天拿到了 我刚刚就是做的一个体检报告 我就显示出 同型半光氨酸很高 那这个情形的话 我很年轻 我并没有高血脂 我也没有高血压 但这个东西刚才李医生强调 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危险因素 所以到底在这个菜篮子当中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马上我们请出另外一位专家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欢迎的是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 范志宏老师 欢迎范老师 范老师好 范志宏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 副教授 食品科学博士 中国烹饪协会 美食营养委员会 专家委员 其实呢 为什么同半光酸升高了呢 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吃进去很多的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代谢 过程当中呢 它需要一个酶参与 那么这个酶的活性呢 它需要叶酸 大家知道的 它还需要维生素B2 维生素B6 维生素B12 还需要鲜 所以它很多很多的因素都有影响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膳食当中啊 这些维生素的摄入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 怎么把这些因素都给它找去啊 怎么补上 救救我们 因为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肯定不少 包括很多年轻人 你仔细翻翻你的体检报告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范老师带来了一个救命的菜篮子 就针对一开始我们讲的同性半光酸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情况 拿什么来救命呢 范老师 就是我们以后需要注意多吃一些的这样的食物 绿儿菜是其中一个 但是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 嗯 还有大家不太知道的王开 对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的预感是对的 这个我觉得 就是你 不可能我一个人参加 我估计你啊 这种食品也没吃够 那到底用什么来救命呢 用什么来挽救我们身高的同性半光酸呢 就藏在我们今天这个篮子里面 但得到的过程需要付出一点的努力哈 不劳而获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 没错 对不对 我先咱们五个人当中选一个人参加这个游戏 在同观众当中选一个 等等等等 我们公平公正我们选一个人 好的好的 好吧 李生 就咱们俩决定 对 咱们俩决定 对对对对 咱们俩决定 这叫公平吗 我选王凯 二位二位 好了 我们定了 我们就选王凯 你们选谁参加呢 是王凯呢 王凯呢 还是王凯呢 是这意思吗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观众跟王凯一起 游戏很简单 就是把那些气球戳破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答案 好的 那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比赛环节 马上呢要进行的是障碍指压板顶气球大赛 首先呢 我们派出的参赛选手是王凯同学 李医生 你认为王凯同学的胜算有多少呢 王凯胜算基本上谈不上 跟你们就从来没在一条船上待着 那我们就不要这个打扰比赛选手的心情 好 我们计时一分钟 王凯医生请脱掉鞋子站到指压板的起点 现在你准备好的话呢 我们将一分钟倒计时 看你能够出步 等一下 哎呦 我的妈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王凯医生 谢谢大家 哎 你们就坑我吧 真是 没 没够着 我还差多高 不能上手 可以王凯医生 完全不能上手 那居然可以 哎呦 王凯医生是扎球而不是干跳 好好好 我再试试啊 哎呦 九 八 七 六 五 哎呦 四 你们这气球有问题 我都扎到了它不破 一 好 哦 王凯医生 王凯医生 爆掉的气球 有一些东西掉在地上 告诉我们是什么 可以吗 我来捡一下它 捡起来吧 好吧 捡起来告诉我们是什么 可以吗 是什么东西啊 不行 我不告诉 我待会再说 哎 好 那您随意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这位宇选手 闪亮登场 掌声鼓励鼓励 对抗血管杀手同型半光氨酸的营养元素 就是叶酸和维生素B族 其实在危险的菜篮子中 只需要添加一种日常食物 就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辅助降低同型半光氨酸 预防心血管疾病 王凯医生和一位现场观众 现场进行指压板顶气球游戏 当气球被扎破时 我们看到一些小颗粒散落一地 它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送给这位女孩子 一份鼓励的奖品 由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贝迪斯特技出炸橄榄油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谢谢这个女孩 掌声鼓励 刚才大家看到了三个气球爆掉 最后一个爆掉的时候 里面出来的不是那个亮晶晶的 那个小亮片 是一种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 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救命的菜篮子里 要推荐给大家的 我刚才实际上捡到了是什么呢 是红豆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些 富含淀粉的豆类 今天推荐的是一些默默无闻的 包括红豆绿豆在内 但是还有一些云豆啊 各种各样的 红云豆 黑云豆 花云豆 大白云豆还有对 寒豆啊 鹰嘴豆啊 雨扇豆啊 小扁豆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 这么多豆啊 煮出来面面的那些豆子 都在我们今天的推荐之列 从这个救命篮子里拿出来 让王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都有什么豆子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拿的是这个红豆 这个豆 云豆 这是雨扇豆 什么豆 雨扇豆 像扇子似的 有这样的纹嘛 都是面面的煮出来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吃豆子能够解决我们 高同型半光氨酸的人的问题吗 这些豆子呢 为什么我们推荐给那些 高同型半光氨酸的人 是因为这里边含有 刚才我们所说过的 好多的因素 比如说豆子跟粮食相比啊 咱现在是替代粮食 那么它跟白米白面相比呢 它的维生素B2也好 维生素B6也好 液酸也好 都是大幅度的高 尤其是液酸高好几倍 哦 所以我们呢 如果拿豆子来替代 一部分的白米白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主食当中 液酸的摄入量 就大幅度的升高了 那你每一类食物 都选比较高的呢 你总的摄入量 就会比较高一些 尤其是欧美国家 特别赞成这一点 就是它液酸高 最高的一种主食 嗯 就吃西餐的时候 老有那种一勺一勺的豆子 放在旁边给你配着吃 对也可以把它煮成一些泥呀 做成沙拉呀 都是可以的 而且呢 这个豆子啊 其实煮出来是很好吃的 它是面面的 我们很多人呢 每天就是白米白面 而且刚才咱们那个菜篮子 里边放的都是白面粉 加上油做出来的那些 笔住食 那些面扁呀 它们其实是不利于 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 对哦 王凯医生豆子吃的很少吧 我豆子吃的确实少 刘主任豆子平时吃的多吗 我还可以 还可以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范老师 就是像这种豆类的东西 吃多少呢 这个豆类的东西呢 我们国家膳食指南里边 没有把豆类跟全骨杂粮分开 全骨类和这种杂豆类 一共加起来每天是 50到150克的量 最近大家知道 就是那个Pure那个研究 就是引起了最大的轰动 其中有一篇讲的就是 水果 蔬菜和这种主食的豆 吃了以后 有利于降低总死亡率 降低非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 而且这个豆子的效果是相当好的 那么吃多少呢 差不多就是一份 大概相当于生豆子 五六十克那么一个量 所以以前我们推荐过豆饭 对吧 砸豆饭 就是各种各样的豆子 跟那个饭放在一块蒸蒸一锅 那种就比你单纯的去吃白米饭 感觉起来划算多了 没错 含淀粉的 不是那个能炸油的那种黄豆 就这样的这些豆子 有很多的惠总分析 就发现呢 就表现出来有降血压的 这种效应 是有显著的效果的 还有就是控制仓后血糖的 有显著的效果 然后就是提高一顿吃完饭 以后的饱腹感 就是饱的感觉 能持续非常久 有这样的效果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跟咱们今天特硬劲呢 降低低密度值的麦当醇 这一点呢 对咱们预防疾病啊 再包括降低血压 这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 还有大米跟豆子这个比例 其中要是能加三分之一的 这个豆子 就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三分之一 如果能再加一点的效果 还要好 接下来呢 要请大家认真地盯住屏幕仔细看 教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燕麦红豆三宝粥 去学一下 减肥防病 烟麦红豆三宝粥 我们准备糙米100克 烟麦100克 以及红豆100克 浸泡洗净的红豆 水要淹没红豆 在冰箱里泡一夜 取出后 连同浸泡红豆的水 一起倒入锅中 将烟麦放入冰箱浸泡一夜 注意浸泡烟麦的水同样不要扔掉 再放入洗过的糙米 把水量补充到1200毫升 煮到粘稠状就可以了 吃的时候 撒上少许炒香的熟芝麻和葡萄干 每天试用美味又便捷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第二个菜篮子当中的 心血管健康的陷阱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手中 现在展示的这个菜篮子 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组合也会让我们血管当中 某一种物质升高 导致我们的心血管出问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先请李医生做一个实验 大家看到我这点有一个血管 那么血管上呢有一滩灰色的东西 这实际上就代表的是 我们的血管内膜 那么我手里面呢有两个东西 大家看 那么我左手的呢 是一个这个密度比较低的 而我右手的这个小枪块呢 它是体积很小 而重量很大 所以它的密度很高 那如果我们用这两样东西 代表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种脂蛋白胆固醇的话 我右手的我们就叫它 小而密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那我们看这两种脂蛋白胆固醇 接触到我们的血管内膜以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密度小的 体积大的这种脂蛋白 跟这个血管内膜 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们再看这个小而密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跟我们的血管内膜接触以后 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看到了 这个小而密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已经深深地陷入到 我们的血管内膜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更多地出现了这种 小而密 低密度脂蛋白的时候 那么这种脂蛋白 更容易造成 动脉质量硬化的发生 坏蛋固醇本身 是不容易进入血管壁 造成动脉硬化的发生的 但是当我们的血液里 有一种物质 会让坏蛋固醇 变得更小 更有粘性 这样的坏蛋固醇 会严重损伤血管内膜 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 那么 这种可以让坏蛋固醇 更加危险的物质是什么 这个危险菜篮子里 究竟哪些食物会让它升高呢 小而密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坏蛋固醇 它很容易让血管发生损伤 那这样的损伤 如果越来越厉害的话 血管病变越来越重 就很容易一下子堵掉 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堵在大脑就是脑梗 是这样的 这个小而密的这个坏的 胆固醇 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菜篮子当中 隐藏的危机了 那么这个其实名字一说出来 大家非常的熟悉 很多叔叔阿姨去体检 拿到化验单 首先要看那个高不高 这样东西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做肝油三指 这大家非常的熟悉了 就是因为肝油三指升高 导致了刚才我们看到 演示的过程当中 会破坏掉我们心血管 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形成了 是这个意思吧 原来将普通坏胆固醇 变为小而密坏胆固醇的 罪魁祸首 就是肝油三指 普通的坏胆固醇 无法进入血管壁 而在高肝油三指的条件下 坏胆固醇体积变小 密度变大 从而破坏血管内膜 导致动脉斑块 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没有一个可视化的呈现呢 肝油三指看不看得见呢 这个是我们从医院借出来的 真正的血液的标本 其中就可以看到肝油三指 如果在血液当中超很多的话 我们的血液会变成什么样子 辛苦王凯医生 我们看一下这第一管的血液样本 大家记住它长什么样 那么这个我觉得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问题的 可以看到它明显上面那一层 是飘着一层油的感觉是 这是在分层了是吗 对 能看得见 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 是吧 刘主任还有李医生 你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这样的 很明确的肝油三指高的 这样的血液标本吧 对 很多 我们叫它乳迷血症 那么乳迷血症 上边这一层系出来的 就是刚才刘主任提到的 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油 就是肝油三指 是 一般来讲的话 肝油三指高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临床 就基本上就是 可以诊断它是一个高血脂的人呢 我们临床上 实际上血脂的增高呢 最主要的 我们还是强调 这个坏的胆固醇 它是引起我们 动脉中央硬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元凶 那么肝油三指 今天我们给大家演示了 在血里面升高的时候 同样可以有这样一个帮胸 或者叫助纣为虐的这么一个作用 肝油三指它的这个危害 比大家越来越重视了 就是它漂浮在血管当中 很容易促进形成新的动脉中央硬化 就是刚才王凯给我们展示的 就上面漂的那白白的一层 临床医生呢会把它针断成高质血症 或者叫高肝油三指血症 但是我们来看哈 这个菜篮子当中 我们认为它存在着高肝油三指的危险 但是至少在我看来 比如说植物油 我们这个是花生油 然后呢这个肉 不能不吃肉肯定要吃的 有一定的主食有馒头 下面有茄子西红柿胡萝卜 我并不觉得搭配上有什么问题 这是我个人观点 月月的意思可能只认为 这个肥肉会引起高肝油三指血症 她绝对不认为 花生油和我们吃的主食 也会引起肝油三指的升高 是的 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植物油吗 又不是那个肥猪肉 它怎么会让我们肝油三指升高呢 其实大家知道 油本身就是 肝油三指 只不过平常我们在化学上 一般叫三鲜肝油 跑到你的血管里 就叫肝油三指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跟我们身上的肥肉 跟血管里飘的那层东西 是同一类的化合物 所以说即便是植物油吃得过多 其实也是有升高肝油三指风险 植物油和动物油它的成分有什么区别 给我们讲讲 为什么这个就是固体 这个就是液体呢 其实它们都是三线干油 因为这些肥肉啊 猪油啊 牛油啊 黄油啊 它结合的饱和脂肪酸多一些 饱和脂肪酸的特点就是 在室温下是容易凝固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固态 或者半固态的样子 如果结合的是 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凝固点比较低 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液态 但是低它也不是不凝固 你把花生油放在冰箱里 它就会凝固 因为它的凝固点呢 是12摄氏度 所以说凝不凝固 液体还是固体 就是一个温度的问题 但它们都是同样一种化合物 一回事 也就是说好多人说了 动物油我不敢吃 植物油我敞开了吃 没事啊 植物油植物油 是不是就是植物啊 刚才范老师给辟谣了 不是那么回事 是油都一样 而且这个馒头 你看这馒头 你不觉得它长得特别的白 特别的细腻吗 这些精白淀粉类的食物 餐后血糖升高的时候 都是有机会合成肝油三脂的 所以营养学家呢做了实验 就是餐后啊 血糖上升是个什么样子 才有一条曲线 那血脂的上升又是什么样的 肝油三脂上升也有一条曲线 在血糖上的高的时候 肝油三脂升的也是会高的 特别是那个肚子 本来就比较大的人 他的血糖控制能力差 那么他餐后的血脂的升高 会更加的明显 按照中国军民上指南的推荐呢 每天是吃25到30克的油 这25到30克 其实也就这么大一摊 你可能会觉得我一个菜 就已经用掉了 多少菜用多少油 您平时用油 是不是真的像您想象中那么省 为了录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特别入户调查了一下 我们调查了五户人家 就按照他们自以为省油的方式 做饭做菜 他们一天吃了多少油 包括我们台上的 我们的行为典范Dr. Lee 我们也就跟拍了李医生的一天 就是跟拍了Dr. Lee 看看李医生一天 到底吃进去多少油呢 我们来跟随短片去看一下 李医生的一天三餐吃的是什么呢 李医生的早餐很简单 就是一根牛条 一个鸡蛋 二两肉包子 一杯豆浆 进入中午后 因为工作比较忙 李医生选择叫的外卖 分别是油卖菜 通保鸡丁和一碗米饭 晚餐李医生因为加班无法回家 同样吃的是外卖 红烧茄子 红烧排骨和一碗米饭 随后 我们走进了几户普通人家 问问他们的早中碗 各吃的是什么呢 中间早饭吃了什么呀 早饭烧鸡肉 还有泡椒 那你晚饭吃了什么呀 拿今天来说吧 我就是米饭炒第三鲜 做一口熊式汤 阿姨 你打算中午吃了什么呀 我现在正准备炒一个鸡蛋熊式 我现在有几个烧饼 就是凑了凑了 在采访中 叔叔阿姨都对自己 做菜的用油量 表示不清楚 随后 我们测量了 其中一户人家的用油量 并取得了五户人家的油瓶 带回了现场 那李医生和几位叔叔阿姨的 用油量究竟是多少呢 我觉得李医生素颜也还是挺好看的 那是 素颜的发型特别接地气 素颜的那个肤色也是跟现在就只有一点点差别 现在是就是脸跟脖子的颜色差的有那么一点点多 但是在短片当中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我们也看到我们入户调查了几家人 然后也根据他们家一天三顿饭的这个油的量 还有结合李医生一日三餐的这个吃进去的油的量 我们现场要给展示一下 方海医生你觉得李医生 刚才又烧茄子又炖排骨的那个油少得了吗 我觉得光那个茄子那一道菜 这个半桶油没了 而且他早上还有油条 还有包子 我感觉他一定是遗传那个好基因型 是不是 要不他每天这么吃 你看还能这么帅 你看方老师这个话里话外那么吃还能这么瘦 就证明您那个油真的是不少 我公布一下啊 李医生是当时一天的油摄入量是48毫升 好 差不多 好 停 真准啊 我吃到这么多 方老师一开始说是25啊 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是25 对 这是李医生的 给李医生标记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一位观众啊 他这一天有多少量呢 看一下啊 对 倒一下 我觉得不会有李医生那么高的 李医生那顿饭真的是油太多了 李医生明显是几天没吃饭了 我那是一天的 哎呦 这比我少 40吗 41 这是另外一个 对 我们这位观众是41毫升 王阿姨一天的摄入量有多少呢 哇 终于油比我吃得多的了 哦 55 58 嗯 事实上真的可以控制在25毫升的人太少了 实在太少了 实在太少了 没错 这两年就是调查的结果啊 平均城市居民一天用多少油呢 差不多是第50克的油 82年到92年到02年到12年 就这几十年里边你看到 维生素都没上升 甚至有的还在下降 就是这个油大幅度的持续的上升 那么就跟我们这些肥胖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的态势 是比较一致的 嗯 范老师 我有个问题 我做饭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多少 一般我都是估不着来的 对 比如说王凯来了 他手一哆嗦 这就多了 就哆嗦一切半瓶进去了 嗯 就是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这个油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受的 原来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就去居民家里边 去调查他们吃多少油 发现呢他们自己爆的数 跟实际的数 能差出百分之三十来 结果发现大家做一个菜 基本上少的也得有个 十五二十克的油 多的那就三四十克 甚至还有更多的 那就五六十克打不住了 所以其实我们远远 比我们想象中的 用的油要多得多 大家都觉得不油腻 然后呢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呢 做了一个炒菜实验 大家猜一猜 就是这个油麦菜 它能够让你吃进去多少油呢 那我们就是把菜炒好了 放在盘子里 再拿一个筷子夹起来 在空中悬停三秒钟 就是该滴下去的都滴下去了 然后再放到取样的设备里边 就这样发现 这二百克的油麦菜 最多能吸四十多克的油 它是连吸进去 带在叶子里卷进去 然后表面再沾点 天哪 平时我们减肥的时候 说吃点青菜吧 然后说也别炒肉了 就轻炒一个油麦菜吧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即便是素菜 这么炒完之后 能量也是高到不可思议 没错 所以不是菜让你胖的 是油让你胖的呀 刚才讲的这些啊 都是肉眼可见的油 什么一勺两勺 肉眼见不到的油 也是大家要控制的 比如说 这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林叔叔特别想吃其中某一样 对 我想吃萨奇马 你帮我拿一个过来 这个吃道具呢 也是我们栏目一个特色 因为呢 这个到这个时间了 到这个时间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带包装的 从卫生的这个情况 它也是最好的 来 我们来问一下 归根结底认真的说 这些饼干呀 然后这种蛋糕啊 它是不是油的量 也是挺高的 对 如果你觉得特别酥 就酥这个字 大量脂肪 而且说藏越多的油越多 大量饱和脂肪 就是你吃起来 口感越是酥越是好 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酥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说 这个食品碰到你的牙的时候 突然碎裂开来 不是碎成两半 撕碎成好多半 不是你的牙碎裂 你们俩都吃吧 就不用再结化了 好吧 但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 他们很喜欢买那种 无糖的饼干 是 高纤维 什么高纤维的饼干 高纤维的无糖的点心 其实这些食品呢 虽然它的口感还不错 也的确是没有加糖 但是那个油真的很多 你要是如果愿意看一下 那包上写的 100克里含多少克的脂肪啊 那个数基本上是20多 甚至30多 我看到的有一次 老年人的聚会 发的是无糖高纤的酥饼 100克里有38克的脂肪 关键它还是固体的 为什么你拿在手里 一点油都没有 因为它是固态的 所以它不会跑到你的手上 这是最可怕的 全都进血管了 范老师我们这么说 也没有影响到李医生的食欲 哦 他偶尔吃一次没关系 还有王医生的力 我自己的好 是 那当然这个是 零食方面我们控制的 还有就是之前范老师讲的 您做的那个入户的 那个非常好的实验 手一抖 几十毫升油就出去了 怎么控制这个问题 王凯医生有一个宝贝 没错 那么其实这个窍门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因为刚才各位老师都说了 我们每天都用油量 大概控制在25 25左右 所以简单的方法 就找一个大概 50毫升的一个瓶子 你只要知道它的总量 那么大概算一下几分之几 那么倒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窍门 就是你在选这个油壶的时候啊 这个嘴儿要尽可能地细 控制这个倒出的这个油量 哦 这个道理我懂了 还有那种呲的呢 呲出一点油来 是 这种也是特别好的 我们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一个是煎炸菜 一个是红烧菜 还有一个爆炒菜 你想用这个东西 还能做的好吃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根本的是 是 换烹调方法 怎么换呢 你一个蒸煮的菜 一个凉拌的菜 再加一个炒菜 这样你就不容易抄了 怎么才能控制好 一顿饭的油的摄入呢 范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法 一顿饭三个菜 一个是用蒸的方法烹饪的菜肴 一个是用煮的方法做的菜肴 另外一个可以是油炒菜 这样就能很好的控制油的摄入了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摄入过多油脂 对我们血管造成的伤害呢 既美味又能预防血管硬化的酱脂食材 究竟是什么呢 第二个菜篮子里的危机要怎么来化解呢 肯定是需要很多的食物 来帮我们把这个干油酸脂降下去 哪些食物呢 稍后奉上黄金组合 我们这里推荐的黄金组合 就是希望大家每天主持能吃一些豆子 然后每天都要吃绿叶蔬菜 深绿色的叶菜 我们今天呢 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可能北方人不怎么吃的品种 它叫做木雪 就是炒木雪肉的木雪吗 还真不是那俩字 那个木雪就是草字头的木雪 这个木雪呢 很多人一听就觉得 这不是饲料吗 喂那个奶牛啊 最好的青饲料啊 就是木雪 木雪在我们老家就是喂兔子的 是吧 对对对 就喂很多草食动物 为什么这么喜欢它呢 是因为木雪蛋白质含量又高 维生素含量也高 矿物质含量也高 这样的三高的一个最棒的一个绿叶蔬菜 木雪里边还有一个东西 别的地方没有 这就是一种叫木雪灶带的成分 它对于我们控制血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保健品里 是把木雪做成那种粉 脱掉水做成冻干粉 然后添到里边就等于起到一个加强营养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它的嫩尖是可以吃的 咱们国家的江浙地区比较爱吃 也叫做草头或者金花菜 每年春天的时候啊它是必吃的 春天的时候必吃 这名现在不应计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有一个可以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的办法 就是自己种 自己种都能行 就是用那个花盆里面种那个花盆菜 那就是芽苗蔬菜了 来吧说到这儿 我突然觉得这个自己很自豪 因为我有 豪宅可以种菜 我有一个窗台我可以养花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这个花盆种的木雪是怎么个种法呢 来看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花盆的方式 在这边进行一个那样 就一定要看 但是这个花盆 就是这样的花盆 那就是花盆 那就是一个花盆 给你带花盆 给你一年 喜欢这个花盆 的花盆 跟花盆 你们现在就不必会 小盆 切花盆 比如这来 我很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卵磷汁 然后里边的黄色的部分 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这个都是有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 那大家可能会说 那鸡蛋里那么多胆固醇怎么办呢 真的是有人体实验证明呢 一天吃三个鸡蛋 带蛋黄的 那么多的胆固醇 最后会不会增加你那个 特别伤害心血管的那个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呢 不会 所以并不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大家吃一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今天准备了三个 一般在我们的这个台上准备三个 还准备了一把刀 我们就要把它切开是这样吗 吓死我了 怎么了 王开 怎么了 王开 我以为又要让我试吃 就不用你吃了 切开之后因为这三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摸着手感就有点软啊 告诉大家啊 告诉大家这三个煮鸡蛋当中 有一个是我们首选的水煮鸡蛋 它是有区别的 Q弹就像李医生的皮肤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太棒了 哎呀 糖心鸡蛋是不是 太好了 我最爱吃这个了 我也爱吃这种嫩的 就是刚刚凝固 但是还没有变硬 看这个啊 王开拿这个刀真的太吓人了 他真的 反而我离他远点 我平时不拿这种刀好吧 你看他的手 小心手指啊 王开的家不做坏 这显而有点过了 哎 这个蛋黄凝固的就磁石一些 但是还不至于很干硬的程度 而且但是你看这个蛋黄边上 已经有一层绿绿的 对 它有一层绿色 说明它里边的蛋白质 已经有些分解了 我们以前好像讲过这个 说有点硫化物是吧 对 就是它已经出现青绿色了 就是有分解 这个好像更硬啊 感觉更干了 更干了 这个更干了 但我觉得食堂里 好像大多数吃的都是这种 煮的那个茶叶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因为煮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们三个鸡蛋当中 哪一个是范老师今天 推荐给大家吃的 那个水煮的鸡蛋呢 那当然是这边了 很多的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蛋黄 说怎么怎么难吃 就是因为鸡蛋没煮好 是 煮好了它就是天下美味 那范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有一点点稀的这种 会不会有这种消毒的问题啊 鸡蛋的表面特别容易沾染沙门氏菌 然后还有侵流感的这个麻烦 但是坏说坏来了 煮成这样已经没关系了 因为它要到这个程度的话 它的中心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以上 属于我们食品科学当中认为 杀菌充分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个鸡蛋的蛋黄 它没到70度 它是不能凝起来的 是 它没有就是流汤 它还是一个问题 是的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保证火候成这样 我们以前讲过 忘开你忘了 我再复习一下好不好 三加二你忘了 来月月讲 三加二就是煮三分钟 焖两分钟差不多蛋黄 就能够接近到这种程度 我们不建议大家煮得太久 对 既不好吃又废火呀 所以现在我是早上起来 迷迷糊糊先到厨房 然后摸出两个鸡蛋来 搁到火上 煮上以后我就去洗脸刷牙 三分钟以后我回来 我盖上盖 我再去打一点奶粉 再打一点面包 然后就 就时时刻刻都要彰显出来 自己的细腻 会有品质 所以那个豆浆油条 真的和包子 不是我的走法 对 好啦 现在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导演 特别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加在李医生身上 那么多酱汁黄金组合 那么多好吃的 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这个入口处出了问题的话 营养一样是得不到 而得不到这些营养的话 会出很多的问题 如何做到想吃就吃呢 来 马上请出我们大医生的新成员 要欢迎一下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的 荣文生医生 掌声欢迎荣医生 荣文生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预防科 主任医师 王凯 这就是我带给你吃的 冰水 热水 这是什么 这是柠檬啊 还有蛋糕 冷的 冰的 冰水 热水 酸 甜 冰黄 我觉得这一套吃下来 我的牙就完了 我说句实话语 我的牙呢是冷酸不灵 知道吧 冷酸不灵是什么意思 很敏感嘛 就是这种 吃完那个冷的再吃热的 完了再吃酸的 那我牙就会受不了 离肉 就会很难受 我也不行 经常呢我们有很多人 喝冰水啊 或者喝一点热汤 不敢吃水果 一这样请他吃水果 哎呦我不敢吃 或者像你刚刚啊 吃点甜的 过一会儿呢 牙齿就不舒服了 算是牙的敏感吗 是的 只要你比如说吃任何食物 你这时候吃的时候 你牙齿不舒服 有那种酸酸的感觉 或者嘶一下就用自己感觉 但这种感觉呢 过一会儿 或者适应了 就没事了 这就说明我们的牙齿敏感了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 这个牙齿敏感 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要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信号 意味着严重的问题 在后面排着队呢 是的 人群当中牙齿敏感 出现的年龄段 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中老年人 这个牙齿敏感 大概会达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接近一半了 对 以前我们觉得年龄越大 这种体现越明显 现在发现中青年 二三十岁都有 在临床上 我们要看病人 经常会看一个小朋友 十八九岁 牙齿就很敏感了 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你这样的 喜欢吃 喜欢喝 然后又不能好好的做口腔卫生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 牙齿敏感 为什么就敏感了呢 难道不是我们的牙齿 是很坚硬的吗 不是穿着厚厚的外衣吗 接下来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到底什么 让我们的牙齿 变得脆弱而敏感了呢 来看一下地平呢 就长出一颗牙齿 不过这个是在地面上的牙齿 我们还有一个三地的 来 冷酸铃宝宝 卢老师请你结合 现在地平上这个大牙齿 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的牙齿 为什么会敏感呢 好的 地平上这个大牙齿呢 就像我们嘴巴里 后面长的那个大牙 你看还有两个牙根呢 是那个磨牙的 对 就是磨牙 露在外面这个白白的 我们叫牙罐 然后这颗牙齿呢 在嘴巴里面 它就很牢固地 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它外面这个白白的牙罐呢 你所看到的 我们叫牙幼稚 是全身最最坚硬的物质 我们吃冷的 吃热的 它都可以在牙幼稚的保护下 不影响你的牙齿 你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呢 我们把牙齿抛开你就会看 里面不完全都是幼稚 它不是一个实的 抛开看看 好的 这个好清楚啊 大家会看到 这牙罐里面 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们的血管神经 在牙齿里面 这个小房子住着 房子外面呢 有牙本质来支撑着 在外面呢 还有一层保护层 像涂料一样 我们的牙幼稚保护着 所以我们的牙齿 可以吃东西 而且有神经 有血管 供应它营养 没有问题 好好的 就是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了 是 那什么情况下 它就开始冷热酸甜想吃的时候很困难了呢 就是外面这个白白的牙幼稚 出问题了 没了 你看 我们可以看 你那块的保护层没了 越来越薄了 然后没有了 保护层没了 发现里面黄色的东西露出来了 对不对 对 刚刚说黄色叫牙本质 它可没那么硬啊 它有很多一条一条的这样的小管 叫牙本质小管 这小管这一头呢 对着随腔里面的牙神经 这一头呢 就对着我们的口腔 所以这个时候 你吃冷的 蹦 一次剂 顺着牙本质小管里面的神经 就刺激到随腔里面了 你吃热的 也是这样 牙齿敏感 就是因为这层牙幼稚被破坏掉 对 刚才李医生讲到 我们的这个外面的那个很坚硬的叫牙幼稚 是为什么会被破坏掉呢 有一件事我们每天都要做 如果这件事做错的话 也会伤害到我们的牙幼稚 那么现在请我们的冷酸铃宝宝 来给大家实力演示一下 什么事情是我们每天都要做 但有的人做得不对的呢 这个代表我们的牙刷 那么平时我们怎么刷牙呢 现在王海医生在演示的行为 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都要做一次到两次 甚至有的人要做三次的 这样的动作就是刷牙 如果刷牙的方法不对的话 也是会影响到牙幼稚 让我们的牙齿失去保护 除了要刷这个牙幼稚和这个什么以外 还要刷牙银 所以要 所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 跟刷牙有关的教育 就是如何正确地刷牙 来保护好我们的牙幼稚 正确地刷牙方法呢 不能横着拉锯 当然大家说了 我这样竖着这样来回刷行不行呢 其实也很不好 那好麻烦 因为这样的力量呢 使得你牙银呢就退缩了 对 所以正确的方法我们叫 水瓶颤动扶刷法 天哪 有点难啊 天哪 把牙刷放在最后的两颗牙齿的外面 然后牙刷毛跟牙齿生长的方向 呈四十五度角这样的 看到没有 我的一部分牙刷毛在牙齿表面 一部分牙刷毛放在牙齿跟牙音相交际的 叫牙音宫的这个位置 水瓶颤动 看看这叫水瓶颤动 然后扶刷 看水瓶颤动扶刷 刷完这两颗牙 我们再刷另外两颗牙 两颗两颗的刷 对 通常我们的牙刷头不能太大 一个刷都放在牙齿上 刚好覆盖两颗牙齿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知识点好耶 就合适的牙刷 它的这个长度应该可以覆盖你的两颗牙 两颗大牙 两颗大牙 对 那么讲到这个刷牙 就很多人说我一天两次 还有很多人说我一天好几次 我每一次吃完饭 都要立刻刷 这行不行 对 其实非常不好 我还以为这是生活得很细致的人呢 没有 细致的人是什么 饭后漱口 无论你吃什么东西 在嘴巴里都会形成一个酸性的环境 如果很酸的情况下 我们的牙齿是矿物质 在酸的情况下 你再刷牙 再像王凯这样 像刷鞋一样刷牙 那就更加剧了 我们对牙幼稚的这种流失 就损伤更多 吃完饭 先用清水漱口 让我们的口腔里尽快地恢复到 正常中性的环境 然后你想刷牙呢 可以稍微等一会儿 等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之后 口腔内的环境比较稳定了 是中性的环境再开始刷牙 那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的话 这些知识点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我是戴一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里面就有关于刷牙的一些动作要领的总结 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 就刚才讲到吃饭吃东西嘛 如果我们吃到了类似于冰激凌 火锅 或者是一些果汁一类的 有牙齿的反应 也可以证明是牙敏感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发生了 很重要的问题是该怎么办呢 有一种元素呢 它就能起到这种 让你的敏感不发生了 到底这个元素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场中来仔细说一说 有几种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牙幼稚呢 第一种非常神奇 这个元素呢 你放上去 就像把我们的神经麻木了一样 就跟打了麻药一样 这种元素呢 就是硝酸钾 里面的钾炎 刚刚说了 我们的牙本质小管口开放到口腔里面 外面的冷热酸甜一刺激 里面的牙神经就一哆嗦 钾炎呢 它能够顺着小管口跑到神经那儿 就让它麻木了 睡着了 外界任何刺激 它都没感觉了 所以硝酸钾是第一个神秘元素 但是我觉得这个 好像有一点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 先缓解一下 该通的还是通的 对 是的是吧 保养跟保护同时进行 保养是避免出现麻烦 保护就是当你已经有了这个麻烦 怎么能让你过得稍微的舒服一点 好一点 对不对 这是一种元素 还有另外一种元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块呢 牙本质露出来了 这些小孔啊 小管一个个都开放的到口腔里面了 任何刺激它都很难受 我们另外一种元素呢 就可以把这小孔抹上盖上 抹了一层逆子 对 抹上一层逆子 你外面不管冷 热 酸甜 过来 我都传不进来了 所以这种元素是第二种的 保护的神秘元素 绿化丝 一种叫绿化丝 销酸钾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销酸钾 这听起来肯定不是吃的东西了 这两个肯定不是在食物当中 那么哪里有呢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里面就有 我们看看这里面就有的 我们看看这个牙膏上的成分 会看到这里面有 销酸钾 绿化丝 如果把它俩都含在一起 那就是双重功效了 我们叫双重抗敏牙膏 所以在刷牙的步骤当中 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需要的两种元素 都已经得到了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吃冷热酸甜的时候 牙齿不舒服 你有这个信号了 我的牙齿不舒服 怎么办呢 选择抗敏感的牙膏 早晚刷牙一天两次 然后每次刷牙两到三分钟的 情况下 通常两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是一个检验指标了 你要看 我的敏感有没有缓解呀 如果有效 没有问题 就说明你选对了 如果两个星期之后 它还是这样 或者越来越重了 那就不能靠自己了 赶紧找医生吧 明白 当然了 现在也有一种快速的 抗敏感的牙膏 它现在的生物玻璃材料 就是呢 有生物相容性 我们的人体可以接受的 叫生物玻璃材料 就跟玻璃是一样的 比如说有孵化物 孵里子 有钙里子 有磷酸根里子 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氯化丝的丝里子 很多的矿物里子合在一起 我们叫生物玻璃材料 这个材料 现在可以用在牙膏里面 形成一种快速抗敏感的牙膏 优点是什么呢 我刚刚说那些牙膏 都要刷牙两个礼拜 我们才能检验效果 这个你可以把牙膏 抹一点在你敏感的部位 比如说你这个牙齿敏感 你可以抹在局部 稍微按摩按摩 它可以很快地 就缓解了症状 你刚刚还喝一杯冰水 很不舒服 你抹完了之后 你再喝可能就 还行啊 我能喝了 快速抗敏感 天哪 科技的力量 总而言之 归根结底是要保护好 我们的牙齿 不要造成刚才我们看到 那些损伤的发生 无论是刷牙 还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牙齿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笔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里面有所有的知识点的总结 谢谢容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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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